大家都知道在歌唱界有个传奇,不用才也知道是王菲,但是在演艺界也同样有个传奇,那就是周迅,王菲一直被爱人到也的是他那集锻炼爱史,周迅也不例外,回顾周迅至今为止的多位男友,竟然比王菲都还要精彩。 周迅自从2014年和美籍华裔也能高胜任结婚之后,这段婚礼进行现在几乎是没有了声息。 近日,据香港媒体报道,7月30日晚,周迅与自己的丈夫已经领了离婚证,举条办理好相关的离婚手续,而且香港媒体也是使用了相当确定的语气。 看来周迅这段冒合神力的婚姻终究是落下了帷幕,外界纷纷猜测到底是什么原因,有人传是因为两人总益的文化背景。 高胜院自小在美国长大,哪怕是职业发展也是在美国,在某些生活方式和情感观念上,肯定打不相同。 再加上这几年高胜院一直常去台湾,经常是台湾美国两边跑,但是周迅的发展重心,一直都是在内地,两个人聚少离多。 感情难免会出现裂痕,还有人传是因为女方太优秀了,回顾周迅的前几段感情。 京城四上王说,有钱,斗为之地斗鹏,第一个圈内男友,王菲前傅里亚鹏,有钱,帅,知名,还有朴树,才华这几位随便拉出一位来看,似乎都要比明不见经专的高胜院要好。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斗敬彤,居港媒爆料,高胜院早在一年以前,就已经对周迅提出过离婚,但那时的周,迅并没有同意,还是后来和斗敬彤的熟络,亲密才让周迅找到了一个心灵寄托。 周迅和斗敬彤也是频频被媒体拍到同框,今年年初周迅返回自己的家乡,斗敬彤全程陪伴,两个人还被拍到在餐厅搂搂抱抱,随后一起返回了周迅的住处,周迅还陪彤彤看过音乐节,陪彤彤剔光头。 两个人此前路透到那一波机场秀也是引起了大批意消耗的转发和猜测,这两人的忘年交闺蜜情还真是惹人艳羡,要说这两人居然交情颇好的画面实在是有一点诡异,因为与吕这两人之间的关系,王妃的入圈男友斗藤是斗敬彤的堂叔,前男友是斗敬彤的继父,两个人居然现在还可以这么亲密,真是让众人都无法想到的吧。 网友们看见这两人在一起,男女就会一想一遍,毕竟斗敬彤实在是太功了,站在他身边的任何女子都有被挨弯的可能性,前有周东宇,信有周迅,只能说斗敬彤真的是男女老少同志儿啊。